只要當天還找到一首歌 聽完之後,你會覺得 世界還是很棒 我覺得那件事… 我便覺得做到…做不到的日子 簡單來說,做到死那天 如果我還可以做音樂 我覺得這就是一天音樂,一生音樂 問一句,你會覺得自己是很棒的 我會覺得自己是很棒的 你好,我是王志忠 AKA,Chichung's Choice 為何有AKA 因為Chichung's Choice是電台節目的名字 相當長時間 所以很多時候朋友會就這麼簡稱 Chichung也有,全名也有 反而真正的王志忠 好像是小學、中學、同學 所謂向全躲 但是除了做電台之外 也有邵協做其他的主持 在電視、網、活動 還有聲音到行也有不少 廣告或者某些不同的作品、產品 不過最近就有一個新的身分 就是離開了大學很多年的運場工作 一份全職工作之後 交易的元素也繼續有 不過現在所謂斜降、斜降、斜降 斜降在做,就是斜降 所以可以說跨越很多不同的媒體 但基本上是從音樂、聲音、影像出發 等等,是音樂、藝術和學術 先叫聲博士… 問他甚麼問題 我先想一想 今天要找這位朋友 他是集音樂、藝術和學術 於一身的一位斜降 我覺得他是極致的 所以我要稱他為大師 我們一起找這位大師吧 你好… 你好,Kathy仔 志祥,你好 歡迎你來到我的合作空間 我這裡很棒 不客氣,這裡有些夏威夷的 大量音樂的合作 歡迎,我們在這邊 好… 你好,志祥 你好,Kathy 我要先叫聲大師 千萬不要,你叫我哥哥 好,志祥哥哥 叫我朱聰 朱聰 我想問你,其實音樂影響你多少 每個人都覺得你是… 王子忠就等於音樂 其實有些人都是這樣 不行,王子忠也是王子忠 音樂對於很多人其實是一樣的 影響很大,影響很深遠 只不過我可能是…年紀輕輕 還在讀大學一年級 就開始跨了半隻腳 上廣播,在雙台 一直在幕後,慢慢開始做音樂 到現在幾十年了 裡面很多的變化 無論後來變成像你當電視主持 我以前特地大黑超做主持 有個階段 這麼有型 可以… 然後寫音樂稿、雜誌 寫音樂稿、出書 到後來又嘗試在大學研究 後來又變成一些作品 或者是論文 教書也好,或者是做活動 還有做一些跨界的東西 其實都是由音樂的原點 一邊好像同心圓 越滑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你說音樂的影響很大 我想每天都在學新鮮的東西 聽你這麼說 其實你很純粹喜歡音樂 然後由這件事開始慢慢發展 到一個很大的原形 我想我們小時候都會有影響 舉例我聽電台大 對,我現在做音樂台 對 之後又會去會考那一年 去看一隊我很喜歡的英國樂隊 來到香港表演 當時約十五、六、十六、七歲 所以那個震撼是… 很帥氣 聽了幾年在劇室 帶著Ten Walkman 然後在真日現場的時候 那一刻就令自己… 這條路… 如果可以一直做這個夢就好了 其實也是一些夢想 後來也是很多機遇巧合 例如電台有廣播劇 說中學生、青春 那時候鄭守文 但Semi也很青春,中午沒有她 我就說不如女主角去找她 所以Semi做了我們都市者 冥大迪的明珠 這些都是音樂和電台的關係 譬如電台中很多都是音樂歌手 包括那時候軟硬 還有很多其他同事 會出唱片 慢慢地想想 自己除了播歌會否想做創作 然後會試試合樂隊 但這不是主打 主打令我在這幾十年 我想其中一樣 就是推動或參與 國際外國音樂的推介 還有去現場走火 很多音樂會音樂節 當時電台我們有做雜誌 緩達 即是這裡 推出了兩、三年左右 然後有很多出版的倉開為主 這個很厲害,你還沒出生 這個 《胡士托94》 其實《胡士托94》 是一個1969年 美國很大型的音樂節 它提倡愛和平安 所以那年25周年的時候 我問一下唱片公司、電台 會否讓我飛去現場看 然後做… 感受 寫稿、拍照 還有那時候還沒有手機 我怎樣做到現場直播 可能還是要… 我記得水壺還沒有 即使水壺也很貴 不會讓你一個年輕人拿去外國 對… 我們應該是回到B&B 下午就… Bob Dylan在唱歌 在Cranberry很好聽、Green Day好行 然後再做長途電話 然後打電台 因為有時差,現在是紐約 剛剛倒轉12個小時 那次的經驗就很感動 因為當時已經認識到 胡士托謝影響了 當代世界很多音樂節的文化 剛才我說的愛與和平等 這些都是…喜歡音樂、喜歡樂隊 或者喜歡一種… 所謂的… 嚮往烏托邦 如果你喜歡John Landon 想想 就是當時期那些… 整個系列反戰 要婦女平等、要綠色運動 其實都是源於那幾年 六十年來的世界 不過我們… 好像只有外國月亮 好像比較圓 其實不是的,例如剛才說的 本地的音樂樂隊 甚至我們好像這些雜誌 也經常訪問一些本地樂樂隊 這些這麼多元素 都會令自己… 如果有機會 可以自己舉辦節、舉辦表演 而且我覺得第一手很重要 親身經驗 感受… 而且如果可以朝見大師 那裡不僅是只能看到一個節目 你還可以跟他深度交流 是 真正學習 可以了解到到底是怎樣 對,所以你猜猜 誰會影響我最一生的音樂大師 三本和一 你猜猜就中了 因為我放了很多好東西 先放出來 這個… 對,這是近期… 那次他2017年第一次病好之後 他舉辦了一個反核的音樂節 那次去了東京跟他拍照 後面也看到有些好朋友在一起 真的嗎 對 他的時代是由黑膠年代 到數碼,中間有音樂圈 而這張更特別的是 那次有機會跟他做合作 就聘請了香港兩馬雷聲 就讀了一些詩篇 說粵滿、人生 跟很多全世界人都一樣 就是一定是在音樂中 一定是有些很奇妙的事 令我們可能會不開心 可能會失落 但其實回想起來 其實很多事情都應該很感動 還有很多事情都可以… 很純粹 很純粹 有某種希望 我們繼續向前走那條旅程路 令我知道其實你有做完電台 你又說有做雜誌 之後你有去訪問一些外國的歌手 可否跟我們分享 我記得1997年 真的有一件挺難忘的事 我也專程帶了一些特別的真品 就是David Bowie 對,這件衣服 他跟Alexander McQueen合作 一起設計 然後他不看鏡頭那些1997年的唱片 對 就是因為宣傳這間唱片 叫Earthning 他約了一個電話訪問 我就做了 他很興奮地做 準備得很樂心 再認真點想想 1997年的特別時空香港 有甚麼更加可以… 可以有一個特別的問題 突出一點 我知道他有試過日文 有試過玩印尼的音樂 也有吹沙士風 有很多圓化的音樂人 其實現在問題問 你可能覺得沒甚麼特別 已經有很多人做過 你會否唱中文歌 即是問世人 等於你會否說你好嗎 不是,其實很特別 也可能是 真的嗎 因為在1997年的時空 回歸前的半年左右 是 可能因為這樣他也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們原本20分鐘的訪問 我很早就問了這個問題 結果我的訪問只有了一半 因為他用了一半時間 哪個團詞好,哪首歌好 他去了紅作歌 他人的轉數快 他已經想著一定做紅仔 那年的夏天 真的合照 我去了倫敦看他的音樂會 而那個期間他真的錄製了這首歌 叫做《薩拿天地》 後來還專程在奧地利 像現場的現場活動的形式 拍攝了首歌的音樂會 因為當時我也是電視主持 他送了給我的節目 叫《全球首播》 當時很厲害 1997年有全球首播 是David Bowie給我 我當時也很震撼 我每次說起這件事 也好像很夢幻 而且這張寶麗來 我問我老朋友的拍攝 借了相機 幸好拍得到 而且你馬上可以簽名 對,馬上簽名 所以就有這個好處 有時很多事情是 你不問,不知道是否可以 但你問了,又有機會 其實就是那個機會 我想今天沖一些夏威夷茶給你 帶他去另一個空間,好嗎 夏威夷茶嗎 對,很美味 很美味 乾杯… 享受 很香 很香 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濃的味道 還保持茶味 對 否則你就像在喝水果 對 但它有一個很香的熱情果味 然後淡淡的香味 再加茶味 喝完的人很舒服 對,我喝了很多年 亦推介給很多香港朋友 另外,因為夏威夷帶給自己的感覺 是醉了家人在那邊很多 在那裡生活很久 我經常去探親 我也喜歡玩水 游泳、滑浪 有時玩一點潛水 但最開心的是可以在那裡看日落 令人更冷靜 即使有時多忙 每年都花點時間去那邊 停下來,放慢的人 這就是你和夏威夷的關係 夏威夷跟香港完全是兩回事 如果說Honolulu 它本身是夏威夷的城市 但在城市裡也會有很冷靜的海灘 是 滑浪的時候 你會看到… 雖然我滑浪真的不太擅長 但我看到一些人在滑浪的時候 即使有時自己沒有滑浪 好像不能去的時候 我會看手機 看電視裡的滑浪 你也會覺得 很冷靜,你會有一點… 激情 對,那些滑浪 那些神經病 我下次會否這樣 我想這就是 在生活裡你怎樣去幻想 因為坦白說,有多少個是365日 一年都會在這麼冷靜的狀態 還有這種環境 是 所以如果能夠現在不用… 因為我試過21日隔離 既然可以有這種回復自由的 可以兩地穿梭 不單是我的例子 很多人都會… 可能有些家人在海外的 不知道這個城市 也會穿梭去住 其實你就是去當地 感受多一點 例如我找到一些茶 找到一些咖啡、餅 你回來跟大家分享 是否大家很開心 對 反過來,我有時我會買一些 香港手信 甚麼糖、甚麼餅 我哪個朋友會很開心 我想這也是人類原始以來 好像音樂一樣 是 最初可能在這條村 有一個人打這個 然後旁邊那條村 拿著一些樹葉在那裡 噴噴噴噴噴 然後就啪噴噴 全部都是啪噴噴 像山歌一樣 那邊就啪噴噴噴噴 我說到最基本的 問題是你怎樣平衡 我們經常在這幾年 避疫情 我都開始玩聖經報 你便會問自己 到底我應該有多慢 有多快 現在疫情好像已經再見了 但有時自己剩下來 又想想 好像忘記了那幾年 自己曾經好像叫大家 叫自己慢一點,冷靜一點 突然有時覺得自己也很像 我的口味在哪裡 所以到了這個時刻 我就找了樣子出來 波哥 好的 這就是你放鬆自己 平衡自己的 對,這個小到這麼輕便 可以拿到外面 例如在外面 這個很開心 在藝術館 以前試過野餐 因為這個可以放一些乾墊 去夜餐、沙灘、聽黑膠 家裡也有另一套 學校也有另一套 就算沒有那麼多這些 所謂這些… 即是這些生涯物也好 就算有手機 其實你自己… 有時想要自閉一下 塞著耳朵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去到你的境界 我經常有幾個最輕鬆的 夏威夷音樂 有時塞車上來 或是遲到或其他 我放著那隻手 當你入定的所謂 你去到那個洞 每個人都未必一樣 我的夏威夷可能是你的… 可能是巴黎 可能是你的宜蘭 可能是你的…不知道哪裡 每個人都有一個… 這三個字只不過是一個空間感 如果你有了那個空間感 的音樂感 一交通,你突然突然… 去了另一個空間 又可以令自己… 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而且音樂很奇妙 現在…因為科技發達得太厲害 所以很多人追求原始的東西 喝了夏威夷 我也想有一個新的故事跟你說 是 就是夏威夷很浪漫、很放鬆 但當她有些天災的時候 其實好像最近暑假 有一個很大的馬尾的山坡 對… 全世界的新聞都很震撼 很傷痛 我看你那裡有照片 是你去了… 對,過去那邊跟你分享 一些故事 還有一些Aloha的精神 如何面對疫境 大家都可以在一起 好… 我知道這裡對你來說 是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是嗎 一個新空間 CCCCT Jones菜 是要提升一年的新空間 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藝術館 是 畫廊 但因為我做了很多音樂 有很多夏威夷的生活體驗 不同的東西 教授版本龍一 其實全部都是環繞生命 這個大圓圈 如何互相影響 所以在你這邊 又有些夏威夷的作品 就是關乎Mauri這個地方 暑假時也有很多新聞說 可能是這個村或城鎮 有一個… 大型的火葬 沒有人想到會這樣 整個地方燒得平、黑、爛 所以我就在想 在做一個… 我第一次做一個 所謂的創作者 刷剪的藝術展的時候 我想加上一些慈善的元素 幫貓瑜 自己找家人做一些創作 是 我用了一堆照片 歪來歪來歪去 就好像有種不安 然後… 但還是有正能量的 因為之前就是這樣 但如果有很多Aloha 走在一起 就可以像這個籌本組織 Mau is strong 他們可以重新重現 這是一個小嘗試 例如近幾年 我播放了很多本地音樂 也經常會看他們的現場表演 無論是唱歌、歌曲、音樂、音樂 甚至男女團 我也有時覺得很厲害 原來女團是我以前的學生 也有我們這裏看 我覺得這些都是我 不斷地學習 無論本地的文化、外地的音樂元素 都要保持開放的眼光和心靈 所以今天很感謝Kathy訪問和聊天 我最後也想送一份禮物給香港 你是每集都要的 對,每個嘉賓都要做這件事 好,那你在這裡等我 你也準備了 五秒鐘,我放下這杯茶 你猜到甚麼 我猜不到 猜不到嗎 海報,上… 它可以說是海報,又是上 又是Aloha 其實我原本想要選一張膠片 即是最後一張 甚至這張是香港 香港 對,這張就慢慢掉下來 然後有很多經典的名字 可能看到了 有Yu Jin Pao 就是著名的吉他手 穿著吉他手 然後這邊有Tesla 即是劉爾達 但那時候還未有大明德牌 是 下面還有Beyond的… 對,你看到很多年前的… 家驅、家強、世榮 那時候Paul還未入隊 我有遺憾 當時沒有被家驅簽 但後來找了Paul簽 另外還有一對 名叫Hinchy河隊 這張其實是一張80年代早期的 一張由吉他雜誌 辦的一個吉他比賽的得勝者 而錄音的一張黑膠碟 所以裡面有一些作品 也叫Shanggao香港 中國女孩、大廈 我送給大家一張黑膠唱片 就是903在90年代初的時候 綠色自由新一代 也會有很多幕隊 一路數,就是太極 太極 附圍世葵、草莽、大明一花 Synthie Lien Deyon CDB Fundamental、CR2DJ 我也希望和相信 黑家文化現在是… 我剛才也說的,復活 也代表著很多像以前 被淘汰了的東西 或者是Rise and Fall 掉到谷底的東西 可以慢慢升回 上回來 我想也預議著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家 我們喜歡的音樂 還有我們綠色的環境 當然還有自由、新一代 所有的一切都送給香港 好嗎 好 我先代收 謝謝Kathy 始終她除了說音樂 可以帶別人去另一個世界之外 我覺得今天始終帶了我的腦 去另一個世界 然後我的腦 今天不停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衝擊了進去 很多不同層面的知識 很多不同的畫面 簡直直到今天去到前方休息 我才突然… 發生甚麼事 我今天去了哪裡 而我覺得這個世界是… 原來可以這樣嗎 原來有這麼多知多彩 原來有這麼豐富 原來有這麼多我從來未認識過 這麼未了解過的東西 我覺得…我很想繼續聽下去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